接下来这个藻类叫绿藻 它的外形变化极大 它从单细胞到多细胞都有 所以在多样性来讲 绿藻是一面多样性最大的 单细胞多细胞都有 它有叶绿素 有叶绿素 有胡萝卜素 它的颜色成绿色 好各位有发现 它是绿色的 它跟植物最接近 所以目前科学家认定认为 植物就是从绿藻演化而来 因为它在光合色素的成分 跟现在的绿色植物相比 最接近 现在绿色植物没有红色 没有藻红素 没有藻荷 荷素 芽 也没有金黄素 那个金黄色的颜色 它主要是绿色为主 所以目前认为 绿藻的祖先 也是植物的祖先 是这样 那有些是单细胞的 有些是大型的多细胞 而它行光合作用过程中 会产生淀粉颗粒 所以会在细胞中形成淀粉 盒来组成它的淀粉 那按照它的形态 因为它的外形变化最多 有单细胞型漂浮在海水 水里面 海水或淡水中 有群体型 有丝状型 也有磨状型 所以分为四大类 单细胞群体 丝状磨状 我们一一来看吧 先看单细胞型 单细胞型的代表 单胞藻 严简易改 单细胞的绿藻 单胞藻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照片 那群体型 例如说团藻 丝状型 例如像水棉 那磨状型 例如说石纯 那些都是文字 我们看图讲解比较直接 我们先来看 这是单细胞的藻类 这就是单胞藻 我们看一下它的样子 它是一个细胞 单细胞 两个边毛 中间有细胞核 旁边这个大大的杯状结构 我把它画石心 这是叶绿体 而叶绿体当中有一颗 淀粉核 形光合作用 直接形成淀粉核 被我画成红红的淀粉核 那细胞核在这里 所以它的叶绿体 只有一个 这是很大 它只有一个叶绿体 形成杯状结构很大 然后会有两个边毛 那它有一个红红的构造 叫眼点 负责感光的 所以你看这个单胞藻 又像动物 它有眼点可以感光 又有边毛可以运动 又有叶绿体 可以形光合作用 它就是又介于动物 又介于植物之间 就像你们以前 所讲的眼虫一样 它可以运动 甚至可以摄食 可是这也可以形光合作用 就是介于动物跟植物之间 这叫做单胞藻 单细胞的绿藻 那下面这个植物 你们国中可能有看过吧 叫星月藻 像月亮一般 有人说像香蕉一样 很可爱 这个是单细胞 这是一个细胞 里面有好几个叶绿体 那我先把我现在画的 这个图擦掉 你看旁边有手绘图的 这个单胞藻 你不觉得它画的好可爱 好像项链 不觉得吗 这是你的脖子 项链 什么 你不觉得这个图画的 好像项链 绿色宝石的项链 绿宝石 好 这是单胞藻 叫做单细胞绿藻的代表 好 接下来这个是 丝状结构 叫做水棉 你看它在河水中 是这样一根一根的 软啪啪的丝状结构 我们把它放在来看 它有这种叫做 螺旋状的叶绿体 中间会有细胞核 所以细胞核在这里 还有螺旋状的叶绿体 那叶绿体当中 你会画在这张照片 有些黑色的颗粒 这就是它的淀粉核 它淀粉核比较小 而且是分散在 螺旋状的叶绿体当中 所以水棉 其实在显文镜下 很漂亮的 就像这个样子一样 螺旋状的叶绿体 叶绿体是绿色的 然后半透明 好可爱 这就是水棉 水棉是生活在淡水中的 它的身体很柔软 这是水棉 它是丝状的代表 丝状绿藻的代表 一丝一丝的 水棉 好 接下来这是群体型的 绿藻的代表 群体的 这是团藻 下面这个 所以你看 这一颗绿点叶 就是一个细胞 它是好多的细胞 聚在一起 形成群体的结构 那这边好多小细胞 那里面这颗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更多的小细胞体在一起 好说明一下 这个大大的是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 而里面这个小小的呢 是一个小群体 所以一个大群体 包着很多小群体 它在生殖 大团藻 里面有小的大团藻 你不能叫小团藻 因为它的名字叫大团藻 大团藻的肚子里有 小的大团藻 里面这几颗 是这个大团藻生出来的 它是繁殖出来的 无性繁殖出来的 好这叫做大团藻 或叫巨球藻 这另外一种叫星盘藻 也是好多个细胞 聚在一起 所以像这种生物 它是单细胞 还是多细胞 很难界分 因为你把它打散 这个细胞跑出来 这个细胞可以单独生活 可它喜欢聚在一起 所以其实像这种 群体型的绿藻 它其实就是有单细胞生物 逐渐演化成多细胞生物的交界 它可以单独生活 可它喜欢聚在一起 甚至已经有一点点的细胞分化 那个细胞负责 情况之后 我这个细胞负责生殖 已经开始慢慢出现 细胞分化的功能了 多细胞生物的样子 慢慢出现了 好这是群体型的绿藻 大家喜欢聚在一起 这是大团藻 跟星盘藻的例子 好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完全一次 多细胞藻类 就是磨状藻类 磨状 它是多细胞的 好 这个生物叫石纯 它常见于海边 它是海生的 就是这个绿绿的东西 这个绿绿的东西 好一个一片磨状结构 它的一片 像叶子状的这个叶状结构 有两层细胞 上层下层 那每一层细胞都有叶绿体型光合作用 这就是石纯 好那以上我们就把绿藻 先剪定到这边 先剪定到这边